国阵主席纳斯尔阿末扎西就认为 承诺在胜选之后就允许民众提取公共基金的存款 这个宣言只是利用人民的储蓄来骗取选票 非常的不诚实 因此国阵不愿意这么做 反而会想出更合理和有效的方案来帮助民众 他就强调就算未来需要允许民众提取公基金 也必须是出于诚实的原因 阿末扎西今天在文告中坦言 国阵过去确实允许民众提取公基金 但是他强调那是在紧急时刻 人们因为漫长的行动管制令 而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 人民不得不举起白旗的时候 阿末扎西表示 相较于一次性的提取公基金 国阵承诺的基本收入援助体系 将会自动汇款给收入低于2208令吉的家庭 他强调这项计划是消除绝对贫困的 全面和战略步骤 也是国阵帮助人民 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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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